多年之前 我乘坐一架飞机从中国北京出发 跨越几千英里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 从此成为美国的一名永久居民 我相信有更多的朋友正在走跟我相同的路 今天就想要跟大家谈一谈移民美国之前 你需要了解的六件事情 我是北美绝经黄永明 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海岛加威斯顿 向你问好 投资美国房地产你需要很多的知识和经验 如何获得呢 一种方式是你亲自把每一个环节都尝试一遍 显然这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很高的失措成本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当然是有的 就是从有知识和经验人那里直接学习 把他们的东西拿来用 在这方面我的会员网站永明u.com就可以帮助到你 在那里我本人和其他的专家会用最详尽的方式 教你如何一步一步成功的投资美国房地产 在选择美国的移民居住地的时候 很多中国朋友 大家的思路是自然环境好的地方 哪里有工作 我就去哪里 这非常容易让人理解 但是呢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在移民美国之前 你需要了解的六件事情 前两条就跟这两个事情是有关的 首先 如果你到美国定居的话 你需要了解美国的不同的州是分红州和蓝州的 红州是那些小政府低税收 警力比较给力 犯罪率低 而且在对于企业方面监管的条条框框比较少 更加自由的州 而蓝州是大政府高税收 警力比较弱 对企业的监管条条框框非常多 不那么自由的州 你在一个地方要长期的生活 做生意 这些对于你会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不仅仅是天气是不是好 气候是不是好的问题 自然风光好 你不是到这个地方去旅游的 你是要在这个地方扎根 长期的生活经营你的生意的 所以在自然条件之外 你需要考虑更多 如果仅仅谈自然条件的话 像加州那真是自然条件非常好 风光优美 但是为什么近些年来 它是人口流出的最大的州呢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加州是一个典型的蓝州 蓝州包括像纽约州 加州华盛顿州这些 而红州像德克萨斯州 佛罗里达州 田纳西州都是人口流入的大州 蓝州是人口流出的大州 第二关于工作的问题 你需要知道在美国上班族 是税负最重的那个群体 如果你去一个公司工作 你给人打工 你拿一个我们叫W2的工资 好了 这个时候你要交各种各样的税 而且你还没有很多的方法 把这些税给避掉 你就是纳税最多的那个群体 税负最重的群体 而相反 如果你是自由职业者 你是自己创业 做公司的人 或者你是房地产投资者 那恭喜你 你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去避税 实际上越是这些经营企业的人 越是做投资的人 他们的税负是越低的 美国的税法 他就决定了是鼓励那些做企业的人 而不鼓励去老老实实上班的 这个思维我们一定要调整过来 很多中国的朋友 大家有一种思维上面的定势 就是我一定要找工作 我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工作 才算一个正常的生活 其实你去看一下美国的税法 你就知道 他不鼓励这种行为 他更鼓励你去开公司 在这方面 你能够获得很多很多税务的好处 由此呢 我们也谈到了第三点 就是生活在美国 你最大的三个成本 三项支出 分别是税 房子和车子 第一位的就是这个税 你到美国以后一定要花一些精力 花功夫去研究 怎么去避税 怎么把你的税给省下来 这个问题 这个事还真不是几百美元的事 少则几百美元 如果你收入高的话 你生活在不同的地方 你采用了不同的纳税的策略 你一年交税的金额 可能会相差几十万美元之多 想一想这个事情 所以值不值得你花精力去研究呢 绝对是值得的 第二是房子 房子在美国和中国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当你自住的时候 它是你的一个负担 你要做很多很多的打理 而且呢 它是一个花钱的事情 你住着自己的房子 实际上是有居住成本的 所以你需要去了解 有什么方法 让自己免费住这个房子 甚至让房子给你创造收入 当然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方法的 在我的频道当中 我就跟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些方法 更多的内容呢 也可以到我的会员网站 永明有点看 去查看和学习 车子 我真的不建议大家买很好的车 因为它是一个贬值的东西 你从店里面开出去 马上就贬值几千美元 更不建议大家去做贷款 买车 那个真的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讲的前三点 如果你已经学习到了一些新知识的话 请在视频下方给我点一个赞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第四点 就是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你需要保持的一种心态是 你是后来者 你不是外来者 美国就是由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构成的 你要把这里当成自己的一个家 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 你有那个责任把它改成更好 让它变得更好的 你并不是一个外来者 所以大家不要太玻璃心 总觉得谁歧视你 不是的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 因为我是从事房地产 我更多的是商业这个方向 我其实是没有感觉到什么歧视不歧视的问题的 大家来自四面八方 有不同的背景 其实都是从一个个人的角度去出发 从个人利益 从商业利益去出发 去考虑问题的 只要你能够帮助到别人 你能够造成双赢或者是多赢的结果 那大家就都是happy的 大家能够非常融洽的相处 一定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晚来的人 我只是比你们晚来了一点 我并不是一个外来者 当你把思维做了这样一个转变以后 你会舒服很多 而且你会更容易获得成功 第五点 就是美国社会 它给你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机会 这是这个社会最有价值的部分 因为机会代表了最大的平等 不管你以前有多少钱 你是千万富翁也好 还是一穷二白也好 你到这里都有平等的机会 你都可以起飞 你都可以从无到有的创造出来 你的财富 像我认识的一个从古巴来的一个哥们 他几年前来的时候 那真的是穷的只有一条裤子和一个手提箱 在修斯顿做了七年的房地产投资以后 做的风生水起 做的非常的成功 所以这个社会 它不管你的背景是怎样的 不管你来自哪里 都有公平的机会 非常非常有意思 在我的视角当中 我就把绿卡看成一个像进入到一个游戏当中的门票一样 美国社会就像一个大的游乐园 就像大富翁游戏的游乐园一样 你有一张门票进来 然后你每年交的税就相当于是会员费 然后你就在这个游乐场去玩 有非常非常多可以玩的东西 在我的频道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很多很多这些内容 很多事情是你可能在中国从来没有接触过 甚至从来想象不到的事情 在美国都是可以发生 可以去玩的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大家到这边需要开阔视野 一定不要仅仅只盯着上班那一点事 如果你还沿用中国生活的思维 那你在美国会错过很多很多的事情 第六点就是在这里你可以积累起长久的财富 这种长久的财富是可以你一代人一代人延续下去 传承下去的 你看一看洛克菲勒家族 他们的财富已经传承了多少代 而且你是有办法保证你的财富的安全的 在这里你是安心的 所谓有横禅者有横心 以上六点就是我作为一个早来了几年的移民 想要给那些还走在移民到美国的路上的朋友 或者在考虑移民到美国的朋友 想要分享的几点内容 在美国积累财富最好的方法 就是进行房地产投资 在这个方面我是可以帮助到你的 欢迎到我的网站有名有点康 来查看更详细的信息 我是北美绝经黄永明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 咱们下期再见